今天我们开场的大师课的来宾是我们的钢琴的专家 安德鲁老师 他会给我们大家演奏《匈牙利狂想曲》的第十二篇章 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安德鲁老师 谢谢大家 很感谢大家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大师课。 今天我们开学的时候, 是安德老师给我们演奏 《松美亚丁同常语》的第十二天章。 《松美亚丁同常语》是一首歌曲的一首歌曲的一首歌曲。 《松美亚丁同常语》是一首歌曲的一首歌曲。 有很多 Practicere 《松美亚丁同常语》 《松美亚丁同常语》9иц佛丁同常语, 《松美亚丁为台课》一首歌曲的一首歌曲。 黄翔曲是一种音乐标题 从19世纪到现在 它包括七月和上月 携带一些自由和寂静的风格 这首歌的特点是在语歌材料中 交出不同的情节 就像古希拉黄翔曲歌手的表演 在19世纪 它受到慢慢的演员的影响 对民俗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初《广想曲》主要是《广想曲》设计的 这是《临天主节广想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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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下课程中 我们会有教授Andre 帮助教授 我们的学生 Maggie和Chekho 他们会演出 《Bethoven's Moonlight Sonata》 第一 第三 《临天主节广想曲》 那么接下来的几个调部分呢 我们的钢琴老师 Andre 将会现场来教学我们的学生 Maggie and Chekho 他们表演他们教学的曲目 是《月光曲》的第一篇章 和第三篇章 Maggie and Chekho 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贝多芬的《月光》 然后这个《月光》呢 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 这首贝多芬的《F小调》第三周年曲呢 它叫《月光》 然后它本来不是贝多芬给它命名的 是后面的另一位艺术家 在他后面 在瑞士的一个《湖》 看见月光的时候 给它命名的 现在我们的学生 Chekho 会给我们演奏 演绎这首《月光》 《地地乐章》 之后 Andre老师会指导他 给他一些《尖地》 这首歌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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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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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谈起来不是很难 但要谈 要演绎得好非常困难 要很联灌 但我喜欢 但我喜欢 Chekho 例如说 这首歌 这首歌 有三个声音 Bass Accompaniment 和音乐 和音乐 这首歌 同时分为三部分 有左手的伴奏 然后右手也有伴奏 然后还有主旋律 这首歌 他的歌 这首歌 可以和音乐 这首歌 可以从三声音 在每一所 两个声音 然后这首歌 可以用三个声音 副调 好 所以 现在 你可以完成这个舞台 可以 你忘記, bass note 就是一個弊,一個弊 și play so-so 所以需要一個深風 必定是你總之有關的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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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任何音乐 就是 当我们讲的时候 有些重要的声音 有些不重要的声音 像我们说话一样 音乐有要突出的部分 也有没有那么重要的部分 像如果我要说 我的名字是Andre 那可以说 我的名字是Andre 或者我的名字是Andre 有不同的方法去说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有很多地方 我们在这边 就开始 演唱 演唱 音乐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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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需要有輕重,然後慢慢的漸大漸小,有感情的變化 對於所有的音樂家來說,要突出主旋律很重要,雖然都是在右手,但是四個手指是在彈伴奏,第五個手指是彈主旋律,怎麼能把它突出來,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把手分開,一半就有幾個手指是彈伴奏,然後一隻手指要把它突出主旋律 所以要練習,怎麼來突出一隻手指,可以嘗試做這種練習 所以要練習一下,要練習一下,要練習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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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